2012年的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我在外面吃的三顿饭吧 一大早,我顶着雾霾,开车上班 胆开着,这还没过年呢,散欢就这么空旷了,一路好心情 第一顿饭,是和我设计组的小伙伴们聚餐 这群绘画画的年轻人平时没少处理 除了大老板给的红包,我这个小组长只能趁着过年用吃吃喝喝来聊表心意了 第二顿,开车飞到客户公司附近 感谢人家过去一年的支持,聊聊家事国事单位事 拉紧关系,旁敲侧机,再打听一下他们公司老板明年合作的意图 哎呦,搞得我跟离婚律师似的,吃个饭也要各种取证 第三顿,收到老板的招婚电话,再次开车回公司老巢 吃着好吃好看的美食,赞叹的老板有品味 结果他告诉我,年后要部门重组,这还让不让人好好过年了 2013年的今天,年关难过呀 我加班到晚上11点,肚子饿到咕咕叫 打开单位的冰箱,发现有好多糕点在向我招手 我刚吃了两块,又被前同事叫去楼下酒吧许就 我本来就不能喝酒,但是被那位前同事忽悠说香槟没什么酒精度 就使劝我陪他喝,我到家都凌晨两点半了 酒味,大到空气净化器都检测到了 也不知是单位蛋糕的问题,还是蛋糕和香槟的合力作用 让我在洗手间上吐下泄到他不回卧室,背了个催的,这也不算工伤 2014年的今天,我出差在外,女儿发烧39度2,不能外出 所以呢,姥姥把挠门的邻居家的柯卡狗请进来做客 看着我妈发来的照片,虽然没有我的陪伴 小姑娘仍然从狗宫那里得到了安慰 只是,孩子啊,几天不见,高烧的你怎么增加了几分土匪气质啊 感觉手里就差一把茶壶了 2015年的今天,有多少工作的妈妈们有和我一样的经历 背着被孩子乱贴乱画的笔记本电脑,找间咖啡馆 一边工作,一边等孩子下课 八年前的今天,我女儿在一个mall里面上美术课 我点了杯咖啡,坐着等她 先不着急打开电脑,唉,我就想多歇会儿 打开手机呢,就刷到了张万年将军和33岁歌手姚贝娜去世的消息满天飞 网民们在网上打得不可开脚,我完全没有立场 甚至有些看不太懂大家张罗的内容 一心只想着,姚贝娜英年早逝啊 会不会是因为雾霾稀多了,地沟油吃多了 我在这样的环境里会不会也英年早逝啊 哎呀,我孩子还小呀,就这样乱七八糟的胡思乱想 晚上,女儿说她不想写作业了 想专心做牙医,制作牙齿骨折的治疗方案 我当了她的帮凶,我说不做就不做了吧 你明儿自己跟老师解释就行了 结果她同意了,那我就不好再施压了 亲子关系融洽 从不较劲开始,我真的为这一刻的自己自豪了一秒钟 2016年的今天,读了一篇文章,叫做《北京已死》 文章已经被删除,但是幸好,我的独厚感还在 我当时写道,记忆中的北京,是奶奶家门口街角的路灯下下棋的叔叔大爷 是端着脸盆排队,等着砰一声炸裂的爆米花 是竖着耳朵听远处传来冰棍的叫卖声 是坐着公交车到大石烂喝一碗酸梅汤 每个礼拜买一份电视导报 提前把想看的电视节目全都标记出来 傍晚时分,手里抓着一截刚出锅的老玉米 跟着奶奶爷爷搬着小板凳下楼乘凉 聊天,抓萤火虫 如今,爷爷奶奶不在了 北京也死了 剩下的身边的这一切,都是如此的似曾相识的陌生 2017年的今天 大学过后,基本全是交通瘫痪 学校停课一周了 邻居家的孩子们也都憋出喉来了 他们不请自来,还玩Mancraft 他们有的玩iPad 有的把自己挂在楼梯上 看来真的是憋坏了 那我这个烘焙小白呢 一边翻手机插食谱 一边手忙脚乱的 做了人生中第一个布朗尼 满屋飘香啊 呃,但是吃到嘴里是苦的 现在努力回忆 当时不是用错了巧克力 就是考时间太长了 味道苦到难以忘怀啊 邻居家的娃们在我这玩到天黑才走 我就问闺女 你晚上想吃什么呀 然后我就突然发现 我女儿的中文表达机能临时出了故障 她想了半天 回答我说 妈妈,我想吃扁包子 扁包子是个什么鬼 我俩相互沉默了许久 她在她的八岁半的脑世界里面搜词 我在我的三十八岁半的脑世界里面搜误 最后小小的讨论了一番 我终于搞明白了 我闺女要吃肉饼 扁包子 亏你想得出 谜团解开了 我也没给她做 因为来不及发面呀 我做了一个我最近特别爱吃的菜 brussels sprouts 两勺油 加盐和黑胡椒 再加点水 八分钟出锅 清爽的美味呀 女儿因为没有吃到扁包子 寒狠睡觉 2018年的今天 带着喜欢猫咪的女儿来朋友家后院看山羊 参加朋友女儿的生日聚会 爆打拼尼亚塔 你得到三攻击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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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来吧 我们要做的 小孩们站起来 回来回来 第二个位置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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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来我频道的观众可能会问 刚来美国怎么交朋友啊 那我的答案就是去社区大学里 爆门大学入门级的数学课 带几包零神 约同学去图书馆 给人家当讲题雷锋 顺便给人家带杯咖啡 同学如果也有孩子 那你就组织一两次的play day 同学就能够妙变朋友 生日会结束以后呢 我和女儿又去逛了肥皂店 基本上全都是国内淘宝价格的一半 好漂亮 又好便宜 2019年的今天 是女儿的中学shadow day 她体验了一把新鲜的中学生活 回来以后兴奋的左摇右摆 外加嚷嚷很饿 于是呢 我们来到了家门口的新爸爸 女儿居然可以用英文很娴熟的问 一个敦厚和爱的brista 可不可以给她做一个神秘菜单 我们管这个敦厚和爱的brista 就叫敦书吧 敦书搞笑的说 你放马过来 我知道有很多神秘菜单 然后呢 就听我女儿说 我要一个Ferrero Rocher Frappuccino 敦书顿时沮丧的说 这个 我真的不知道 然后我女儿就拿出了一张小纸条 告诉她 用什么样的Frappuccino来做底 然后加几泡的这个姜 再加几泡的那个姜 然后topping放啥 最后再加一些真紫碎 然后这个敦书就打回 没有真紫碎了 然后我家姑娘秒回 short bread is fine too 然后我当时顿时觉得 我养了一个好高级的闺蜜啊 以后不愁不会点咖啡了 2020年的今天 Mr.E知道我喜欢吃日本的果子点心 于是呢 今天特意开车带我来到这家面包店 Oyatspan in Portland 虽然这里没有日本风浓浓的和果子 但是呢 种类繁多的羊果子 也令人想把它们通通塞到嘴里面都尝一尝 最后还惊喜的在这家店里发现了我超爱的tongkatsu Sandwich 猪排三明治 味道不错 建议大家可以尝试 2021年的今天 是我国内家人的生日 我女儿用Mr.E的vibraphone摸索着敲出了一个生日歌 摇助家人生日快乐 那天我还专门开车去了一趟钢琴老师家里 取回了女儿钢琴视频比赛的一个小奖杯 但是那个时候女儿已经要放弃继续弹钢琴了 当时我没有勉强她和Mr.E聊聊觉得 已经帮她以钢琴为入门进入了音乐世界 她总会还会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式继续去享受音乐 2022年的今天 从奥米克戎感染中活过来的我 又可以继续享受美食了 我们一家人找到了一家海鲜店 大家来看看在美国怎么吃海鲜的吧 哇,这个地方很大 你好,谢谢 每个人都吃了 没有玩意 美国海鲜餐厅里基本都在吃这种Boyl 我把它理解成海鲜煮 就是你可以点各种各样的海鲜煮在同一个锅里 第一步呢,点海鲜 什么地方蟹腿啊,龙虾尾,带头虾,去头虾,清口碑,小龙虾,小章鱼,大乌贼,蛤蜊什么的 第二步呢,点酱汁 蒜蓉黄油是我们全家人的最爱 同时呢,可以要求辛辣程度 第三步,海鲜锅里的配菜 玉米,土豆,香肠,鞍唇蛋,西兰花,蘑菇什么的 如果大家有像我这样的选择困难症的话 建议大家往上面看 他们还有帮你配好的套餐 开吃之前呢,先要把衣服保护好 戴上像海底捞一样的小兜兜 重回幼儿园的感觉,有没有 看,就是这样一大盆海鲜加配菜 呃,真的是用盆来装的 美国人吃海鲜呢,都会准备几片柠檬 酸甜去腥,旁边还有一个垃圾桶 先来一块大螃蟹,再吃块玉米,再来一条虾 黄油汤里面就剩下这么一块孤单的土豆了 再看旁边的垃圾桶,倒是大丰收 2023年的今天,就是我们活在的当下 我和Mr.E在一家德里超市买便当 大家看看,我俩都买了啥好吃的 叨叨,意大利小馄饨和三文鱼肉饼 旁边还配了姜黄鸡汤 这种小馄饨叫做tortellini 它有浓郁的奶酪馅,非常易得力 那边那个能吃辣的Mr.E给自己的蛤蜊汤里面 刚加了tabasco 我们旁边守着一个火蛇乱窜的披萨烤炉 暖和了不少 我俩这是风尘仆仆的 来参加女儿学校的音乐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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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